大家注意看,我是万万都没有想到,把豆皮放在油锅里面炸一炸 出锅竟然成了一道大酒店的特色招牌菜 5块钱的成本,它竟然卖到了88 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每天都卖出去好几百份 几乎是捉捉弊点 看完视频之后,保证你学会了一道拿手好菜 首先,我们准备3块钱两张的豆腐皮,两张叠在一起 然后用刀从中间对半切开,分成两半叠在一起,再把豆腐皮叠起来 用豆腐皮把刀切成粗粗的细丝,尽量切得粗细均匀 这样做出来看着更加的美观 切完之后,用手给它抖散,然后装入盘中备用 提前烧一锅油,油温五层热 把切好的豆腐皮放入锅中炸,开中小火炸 炸到定型之后,翻面炸另一面 不需要炸的时间太长,30秒左右就可以 炸好之后控油捞出,装入盘中备用 下面准备一口干净的锅,我们来调一个卤汁 倒入不要钱的清水 加入老抽,生抽,冰糖,放一包卤料包 好吃的关键就是放一点这个松鲜鲜 配料表都是天然食材 平时做菜煲汤 只放一点点,味道都很鲜了 最后放少许的食盐 开大火煮上五分钟 把卤料包里面的香味煮出来 然后把它加出来不要,再把炸好的豆腐皮放进来 小火煮十分钟 把豆腐皮彻底煮入味 趁这个时间,我们准备半个洋葱 用刀给它切成细丝 一根大葱,切成葱丝 再准备一个红椒或者是小米椒 给它切成细丝,香菜切成小段 切完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十分钟之后,我们的豆腐皮也已经卤得差不多了 把它取出来,放入碗中快速晾凉 喜欢吃辣的朋友,放入一勺辣椒面 一勺黑芝麻 浇上滚烫的热油,炸出香味 放入一勺香醋 再把提前切好的洋葱丝,辣椒,葱丝还有香菜放进来 戴上一次性手套,充分的给它抓扮均匀 亲爱的家人们,视频都看到最后了 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红星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于一个农村出来,教做菜的就是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这个视频恳求大家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家里还有三个女儿在上幼儿园 压力实在太大了,拜托大家了 豆腐皮学会这样做,真的是非常的入味好吃 这个做法我也是头一次见 经过了炸、卤、拌 难怪饭店一份就要卖88 这道菜确实不错 鲜香开胃,下酒又下饭 虽然没有肉,但我觉得比吃肉还要香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在家试试吧